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朗堡和法兰克福一如既往的稳定,落后败人也只差7分,勒沃库森打平,门星暴朗,这样他们被前面的球队拉开,门星还被柏林联合挤出前期,多特指住两轮不胜,保住第六的同时直追前四,这轮过后,之前争冠悬念不大,变成现在争冠,争四都很激烈,特别是门星和多特两个欧冠球队还在前四之外。 在联赛的后半程将可能发力追分,争四将非常激烈,而败人不胜,加上球队目前伤病比较多,赛程紧密,后面还可能出现暴冷,莱比锡和狼队,法兰克福目前都将对他们发起冲击,特别是狼宝和法兰克福,他们没有欧冠任务,而法兰克福还单线作战,目前已经11轮联赛不败,拿下9胜2平,进5轮全胜。 德甲现在比较可惜的是莱比锡,虽然现在成绩不错,但是总是卖人,没有进行强缘补充,上赛季球队打进欧冠四强,因为比赛推迟,卖到切尔西的射手维尔纳,没有代表球队出场,最后球队,止步半决赛。 本赛季结束球队,又将卖掉球队的后防,中间于帕梅卡诺,这样在球队两端都失去核心的情况下,莱比锡很难跟外人竞争,本赛季现在就看外人能撑多久,莱比锡主场0-2利物浦,基本上将变成只有国内战线,所以这是他们的优势。 如果败人掉队,莱比锡有机会,在接下来的比赛,反超败人。多特本赛季,表现不稳定,球队的硬实力,非常强,还有未来巨星,哈兰德和桑乔,但是球队赛季,已经经历过,几次低迷期,即便换了教练,目前一样,处于低迷期,之前的六场联赛,他们只赢了一场,打平二场,输掉三场。 以这样的状态,他们出征欧冠淘汰赛,大家都不太看好他们,结果他们克场,先丢一球的情况下,完成3-2的逆转。 接下来在联赛,又克场4-0,战胜萨尔克。解决问题的,还是球队射手哈兰德,两战打进四球,球队目前,还保持三线作战,联赛和欧冠两件飘红,保持这样的状态后面,很有希望进前四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